那後的 你如果說要開動的話 記得一定要移開 這我剛剛有講過 你們要謹記在心 不然你會說 然後再來 後的部分 切割一定要注意 前面一定都要垂直 後面的時候 尾端的時候一定要往前推 它才會斷 自己掉下來 不然你還要這麼好來好去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看喔 電弧在這裡 它這樣子吹 切割 你如果到這邊來的時候 你會看它的電弧是一定會往前推的 那往前推的狀態之下 它到末端就接觸不到 它可能就不會斷 所以你戴墨鏡的時候你就會看得更清楚 然後我們試著這樣切割 就這樣 在這邊你看 我這種速度比較剛好 因為沒有抓 那你的手的穩定度會關係到 它這個平整度 沒有平整度 玩玩看 玩薄的 記得如果速度 速度沒有抓好的話 它會產生一種平整 暗示給你看 速度沒有抓好的話 速度沒有抓好 它會讓它夾著夾著的聲音 好 那你速度也要抓好 好 就這樣吧 試一下反向 很方便 好 剛剛夾夾夾夾夾 就是速度太慢 衝打 簡單吧 有上到嗎 你看一樣 那個孔永遠都在那裡 紅鏡看不到路 所以記得戴墨鏡 已經受不了了 記得一定要戴墨鏡 沒有啦 還是要保護一下 對啊一定要 墨鏡一定要 因為有時候像那種切 要破 像這差不多6.7mm 這差不多6mm